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和我的父辈由吴京 张子怡 徐征 沈腾四位联合指导 与其他三位不同张子怡是第一次在国庆三部曲中亮相 作为其中唯一的女导演 她展现了女性电影人的力量 同时也面对导演这个新身份带来的挑战 对我来说也是有很大难度和挑战的 希望我可以顺利完成任务 妈妈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我是个世人 我的工作就是每天在天上写诗 天上怎么写诗 张子怡指导的诗单元 由不少大家熟悉的演员加盟 除了张子怡自导自演之外 黄轩 陈道明 海青 耿乐 李乃文等实力派演员 也都亲情出演 诗单元聚焦1969年 我国研制第一颗人造卫星时期 该单元以女性工作者的视角 讲述了一个家庭与两弹一星的故事 张子怡黄轩饰演的父母 为了科研不仅没有足够的时间陪伴孩子 甚至有着随时丧失生命的危险 戏里张子怡饰演火药雕刻师 一头奇耳短发 年代感十足 孩子们要是运气人 梦怎么说 什么话说说 爸爸做的东西和这个都是差不多 都是靠中间的火材的非常天 妈妈的工作就是做这种活的 可是她很危险 如果发生了一派会也会死 预告片中有一个画面让观众们印象深刻 镜头中张子怡一脸娇羞 黄轩骑着自行车回眸一笑 这个场景让不少观众梦回张子怡的主演作品 《我的父亲母亲》 那年母亲刚满18岁 父亲也只有20岁 听母亲说 是一挂马车 把父亲拉到了三河腿 1999年的这部《我的父亲母亲》 算是张子怡展露头角的第一部代表作 当时她凭借这部作品 获得了第23届百花奖最佳女演员奖 更有趣的是 当时这部电影的导演张艺谋 正是发掘张子怡的伯乐 而张艺谋这一次 也在《我和我的父辈的压仙之单元》里 客串了一回 以这样的形式出现在同一部电影里 也是让人期待直爆棚了 没梦啊 我可拍个电影 记者李培志编辑报道 这些年像张子怡一样 转型当导演的演员 其实并不在少数 只是他们当中有沉寂斐然的 也有尝试失败的 但是能走出尝试改变的第一步 就是值得一个赞 要说从演员转型到导演 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恐怕分徐征莫属 在张子怡指导的《诗单元》之前曝光的 《压仙之单元》就是由徐征指导的 徐征曾经出演《春光灿烂猪八戒》进入大众视野 之后为了寻找更多创作空间 徐征将目光锁定在了大萤幕上 2010年的《人在总图》让徐徐征彻底大放异彩 昨天晚上我敲了整整40分钟的门 你听不见吗 我听见了 听见了你不给我开 我又是做梦呢 梦然正在吃火锅呢 隔壁来装动作 快吵死了 原来是你啊 闪开 我们的市场很缺少导演 我们很缺少职业导演 我们更不要谈就是拍类型 专门类型片的专门的导演 缺少导演 缺少编剧 看着《炯》系列的良好市场 徐征开始有了自起炉灶的想法 2012年徐征自编自导自演了电影《太炯》 成就了12亿的票房传奇 也让他的转型之路大获成功 因为我毕竟是一个新导演 其实在电影的拍摄上有很 包括表达上 包括更走向内在化 就是其实有很多功课 有了如此高的起点 之后他的导演作品《港窘窘妈》等 也都收获了上家的成绩 而同样在转型上表现不俗的 还有陈思成 2012年电视剧《北京爱情故事》的热播 让当时已经出道10年的陈思成一夜成名 而他本人不仅出演了该剧 还是这部剧的导演 尝到了甜头的陈思成 在2014年把触角伸向了电影 自编自导自演了同名电影《北京爱情故事》 并荣获了第21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 最佳导演处女作奖 也收获了4.05亿的票房好成绩 2015年 陈思成在导演方面持续发力 自编自导了电影《唐人接探案》 创下了8.24亿元的票房佳绩 一直到今年春节党《唐人接探案3》的问世 陈思成的导演成绩单已经相当漂亮 转型已经相当成功了 陈思成在导演方面的野心 却似乎远远不仅仅限于此 可能是看到了好兄弟陈思成的成功尝试 2017年 王宝强也在转型当导演的路上 迈出了勇敢的一部 那你说你第一部都不敢迈出这一部的话 那我觉得你不能让别人的志一生 你就不去做了 王宝强首次尝试自导自演了电影《大闹天竹》 虽然也拿下了7亿的票房 但口碑却不尽人意 当时网络上几乎铺天盖地都是差评 评分更是跌破了4分 来机会了 快快快快 不过王宝强对此倒是看得很开 努力过就是一种成功 很多人都会去质业 你王宝强你去当导演 是吧 也有很多质业说 都是说是不是圈钱啊 其实你换个角度去说 我2016年推掉所有的工作 我只做这一件事情 我要大胆地卖往前行 同样大胆尝试的还有包贝尔 2017年她的首部指导作品《胖子行动队》 曾被评为最令人失望的导演处女作 但她并没有就此放弃 今年6月由她二度指导 樱桃 曾梨 张欣逸等主演的电影《阳光姐妹桃》 正式上映 但是可惜的是 《阳光姐妹桃》在嘉篇云集的暑期党 最终败下阵来 只获得了9500万票房 由此可见 从演员转型当导演 并不是一件容易成功的事情 但凡事总有例外 春节党凭借《你好李幻英》一篇 一举拿下54.13亿元票房的 《新晋导演》贾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收获如此惊人的成绩 连贾玲本人都有些难以置信 不过贾玲也坦言 自己不是为了当导演才去拍电影 而是为了李幻英才去当了导演 因此想看到她的下一部指导作品 恐怕还要等上一段时间 记者邵春丽编辑榜